你送我 欣欣 谢谢你和你男朋友 收下吧 不多 就一个心意 尚未给了我们一个红包 红包就满意了 他应该转账给你 人家也挺不容易 也行 那给你备便套多不容易 行 我不说了 好嘛 他们也散了 你们同事关系还行 挺好的 还行 怎么有点饿了 饿了 那吃饭去 吃饿吧 这 你吃饿吧 嘿 斯瑞 帮我订一个明天上午六点半的闹钟 你写那么大干嘛去 去颜老院啊 咱不是订了九点去颜老院吗 养老院在郊区 不堵车去都要一个多小时 我们七点半必须得出门 对啊 那七点半出门干嘛六点半起啊 太早了吧 您怎么去 打车还是坐公交 打车客的好几百呢 给报吗 郊区不给报 那就公交呗 那您不打点提前料啊 打提前料也不用打那么提前吧 七点半出门七点二十起还不行 你洗那么大干嘛啊 你化妆啊 舒辫子 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怎么了 老师 这不应该是人的人设呀 您不是那个 英伦绅士小短男吧 你喜欢咖啡吗 你喜欢咖啡吗 有完没完 行行行 生气了 小公局 错了错了错了不行吧 反正咱就说好了 明天七点半就这门口集合 你也甭管我几点起 好吧 反正不耽误事不就完了吗 那你要是七点半出不了门呢 你怎么知道我七点半出不了门 因为你这个人就不值得别人信任 我哪儿不值得别人信任啊 你说左纳喜欢吃海南鸡 人家喜欢吃螺蛳粉 那海南鸡全让你和娇饶吃了 我左纳姐心疼表妹和表妹夫 有错吗 再者说了 我给娇饶买你的螺蛳粉 我看她呼噜呼噜也吃好几大碗 这是 这是我帮你避雷 起码你先 你知道左纳也吃什么了吧 以后你们出去约会 你就知道点什么了 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表姐约会 迟到一分钟一百 左纳迟到一分钟你罚的一百 我说的是 明天咱们七点半出门 谁迟到一分钟罚款一百 玩刺激的是吧 那说好了 你要迟到一分钟 我也罚你一百 对 一言为淡 妈 还不睡呢 我不困 您有什么事 您跟我说啊 我没事 你去睡吧 睡吧 我困了 快会在睡吧 我 Humans 我去睡是吗 我去睡吧 我先睡 或者我睡觉 你只睡着睡觉 我刚才睡觉 不了 我去睡觉 我现在也不睡觉 我现在睡觉 点儿 我闭 Même若 二十九了 走走走 看你给我打个电话 三十了 起一大早感应晚级 包不拿了 初音乐 咱是跟这儿等着光合作用的 我们跟人约定的是九点 这不还有几分钟了吗 再等会儿 几分钟 什么事儿吧 我先说着着急啊 我就问问问 您好 您好 那个我们昨天跟李琴约好了 说今天看下来 都约好了您就给她打个电话 让她出来接你 打电话吧 哪块我先问问 问问 您好 您拨叫的用心正忙 请您消息再拨 来 您拨叫的用心正忙 怎么回事啊 不接 不接 那你给实蕾打电话 让实蕾找李琴 那李琴都不接 实蕾多忙啊 实蕾能接 等等等 回 回过来 回过来 我是李琴的朋友啊 她是实蕾是母亲的护理员 实蕾是母亲去世一户 她锦身眼里特别对 请你们不要再瘦肉她俩 不是 我呀 我 那我李琴爸爸 找院长 让院长叫今天过 不是 朱雯南 您好 我们找院长 院长今天不在 今天是礼拜天 哦 好的 我就说你直接找院长 肯定行不通 那我不是跟你 先宁明万种付过 昨天晚上一定要约好 我约了 你约了我又没听到 对吧 这大日天 我们现在是站着也进不去 不能赖我 他昨天搭在哪儿了 怎么办呀 新大 客户 客户 客户是吧 好好好 刘先生 车停这边就行 哎 我没有 吃 个人 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子昹 夫 폼 三先生 您这父母多大岁了 五十六 差不多 如果父母一起红柱的话 你可以打车 目前就我父亲一个人 那个我看广告上说 您这都是五星级的服务是吗 对 是 我们这都是按照 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进行服务 而且还设有专业的护理员 而且护理员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好 好 那这个护理员可以我们自己挑选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我们这护理员分级别 初级 中级 高级 级别也刚才能加分 你看看这儿 我们这都是专人专户 一个老人配一个护理员 刘伯伯 您方便吗 方便 方便 请进 刘伯伯 这是潘先生 他想过来看 他们家老人跟您一样脑梗偏瘫 你看 我这刚来的时候啊 连话都不会说 现在啊 多亏了小王 给我找了一个中医啊 隔天就给我扎一针 现在你们看看 我说话是不是了力多了 刘伯伯 您得坚持 医生都说了 您再坚持坚持啊 就能下地走路了 我坚持 当然坚持了 我们这儿啊 每个房间都有监控 二十四小时专人看护 三班岛尽职尽责地照顾老人 真好啊 你看啊 隔两天 他就换回床单 咱们这个浴巾啊 每天都换 还配有专职的营养师 儿子说了 要接我回去 可是 我都不回去 顺便好 怎么样 潘先生 您还满意吗 挺好 挺好 您看 今天啊 特别巧 是我们的优惠活动啊 最后一天 您可以先 我们还得回去征求 一些老人的意见 不是 是这样 那你们今天啊 可以先把套餐选一下 然后呢 把定金交一下 一样可以享受我们的优惠 而且我们这个优惠活动 对靠谱来讲特别合适 王先生 这个护理员 我们可以面试一下吗 可以啊 没问题 那潘先生您是要 我们要那个李琴 李琴行吗 高级的 没问题 你们这眼光真的太好了 李琴特别优秀 是吗 董中医 会按摩 爱聊天 而且老人们都特别喜欢他 如果潘先生 今天能定下来的话 最好就把他的时间约了 要不然被别人约走了 你们就没有了 这样吧 我先跟他聊聊 好吧 没问题 正好 因为我们这儿离市区比较远 他们都住在我们这儿 也是为了跟老人更好的 沟通建立恳情 都该主张亲人了吧 是是 稍等啊 好 好 好 李琴的时间 我跟你说呀 我在这儿干了已经七年了 这照顾和护理过的老人很多 你们要是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 那您认识一位叫 王秀兰的老人吗 你们是王秀兰什么人啊 那个 王阿姨是我妈当年同事 然后后来退休之后 好像谁也没见面了 然后就跟我们说 说这个养老院挺好的 我琢磨也让我爸 我妈上这儿看看 你看看你这儿子多孝顺 王秀兰老人哪 那那个儿子就甭提了 把老人家送过来以后啊 再就没招过面 一直到后边老太太进了ICU 那是我不分周夜的牌照 他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到最后老太太抢救 医生呢给他打电话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他放弃了 这不就没抢救过来吗 你说啥啊 他把老人送到我们这儿 我们给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 不敢也就算了 回过头来还把我们给告了 你说哪有这样 请请请请 不能说这些 咱们不能说客户的不是 是 我呀 现在都不见他们那个律师 你说他们那个律师也是啊 你什么活不好见 这些丧尽天良的活 怎么能干呢 是不是 那太缺德了 是 是 秦姐说得有道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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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过一段就可以出院了 然后就是康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回家之后啊 好好休养一百天 你这腿啊 就彻底好了 哎 叹什么气啊 别担心我都打听过了 一百天之后啊 你这腿啊就跟以前一样 你这腿啊 广场舞可以天天跳 一点问题没有 我和你爸商量过了 给我们找家养养文院吧 我们不跟你们住在一起 以后啊 你跟你媳妇好好过 别吵架 她就那个脾气 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啊 你们都不容易 她也不容易 因为照顾孩子 要上班 还要吃好老人 造个养老院吧 这滴得这么快 老太太你手不疼吗 没事 都这样了 您还没事呢 您等着我给您换只手 妈 你有点不舒服 你得说呀 别老忍着 不怕添麻烦 明白没有 我绝不会送你和我爸 去养老院的 你和你媳妇好好的过 我们在养老院挺好的 有空就来看看 没空呢 没事的 来啦 哎呀 谢谢 哎呀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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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先生 你会来晚了 您真是太忙了 周末还一直在 一会儿一个会 一会儿一个电话 真是 走走走 好 所以啊 那个咱们也抓紧时间 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赶紧问 我确实还得赶紧上 那个您不介意我录音吧 不介意 不介意 他们两个到养老院 见了您母亲的护理员李琴 她说在养老院 就没见过您 见过一次 我去拿我妈遗物的时候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彪总 您说 您说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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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约 我约 我约好了跟您说 好吧 得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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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接着 接着问啊 您把母亲送到养老院 到她离开 为什么一次也没有去抗她 这个 其实 其实 有几次都约好了 然后呢 我又是临时有事 出差 真回不来 我就让我舅舅舅妈 去看了一回 那他们看完回来说什么 回来跟我说啊 说这个养老院的护理员 服务很差 尤其对没有儿女的老人 说话态度很恶劣 那您自己 为什么不去看呢 当时有事 我 我出差 我是真回不来啊 然后我就给养老院 打了电话 他们就说 说给换了个护理员吧 往下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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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老板看了 这老板说想想 那我也不能一直催他呀 对吧 这么着我在外面谈事呢 我明天出差 你等我出来回来咱见面说呗 对了 还有 还有什么问题 听说是您母亲在养老院 有一次意外跌倒了 对 这人刚住进去不久就会摔了 你就是 你也没有去看呢 没有 为什么 你当时有事 什么事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什么事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这个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你一问题吧 您母亲这个护理员说呀 当时您母亲是因为肺部感染 进ICU 医生联系您的时候 是您主动放弃的抢救 是吗 对 这个是 因为 我不想让我妈走得太痛了 别催了 别催了一分钟我马上 就这样 别喝口水 对不起啊 不是 不 我得上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咱们微信联系 抱歉 抱歉 妈 我看人别的阿部主 那话可多了 你还怎么一个字不说呀 我打字幕啊 你还什么时候学的剑技啊 这不难啊 妈 你有事没事啊 没事 姐 你来了 你瞧瞧 我给你带一套茶具啊 这套茶具上进更漂亮 是吗 更适合你那下午茶 来不快请进 快请进 我呢 仔细研究了一下咱们的定位 咱们呀 不能什么都做 就专做下午茶 叫 春雪的下午茶 春雪家的下午茶 都行 总大在家呢 你们聊 你们聊 你看在这个选项当中 它就会有很多的音乐 你选一个适合你现在照片内容的音乐 对对对 都放在这边 对 一二三 不是放一块 分开 你剪完之后 给它插进去 插进去 你要想 想要拿你这 不要的 放在那边 不要 你就转下来 对对对 然后呢 还有些事 可以可以 可以 你知道吗 然后呢 音频 你要把它给放在下面 一点这个叉 就是不要了 就删除了 就这个意思 有点诱人的感觉 是吧 你们聊 你们聊 哎 看看 你选择什么样的小拨 你自己搭配一下 反正总之 弄得高级点就好了 对对对对 就这样 对啊 然后剪接完之后 再给它恢复过去 就可以了 戴老师 我加您一个微信呗 啊 咱还没加微信呢 好好好 加个微信 对 我赏您 好好好 初音乐 甭费呢 进了 这样吧 一会儿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咱把水里这案子推了吧 赶不下去 派言 咱们既然接了这案子 就得把它做好 这是职业 我怕再干 咱俩就分裂了 我们可以不认同她的做法 但是咱们必须维护她的权益 这是职业精神 好 好 是 我们老师也这么跟我们说过 那咱据据据据吧 这个李勤给咱提供的信息啊 史磊 自从把她母亲送到养老院之后 一回都没有来探望过 一直都是李勤陪在身边 后来老人病重进了ICU 也是石磊亲自给医生打的电话 说要放弃抢救 这是人吗 什么畜生吗 我 我还维护他 我都 我都找不着他 由头我维护他什么呀 就算他是杀人犯 他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 我妈干吗给我介绍 一杀人犯呀 职业 好好好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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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 权利 咱们还是想想 起诉状怎么写吧 石磊把他母亲送到养老院 他母亲在医院去世 然后虽然 石磊一次都没有去探望过 但是就是想要告养老院 这要不都能告影 那谁还开养老院 对啊 我就不赡养老人 我就把我妈送那儿去 我妈在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 我还得讹你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乱了乱了 你跟我爸说乱了 我自己想想吧 你自己想 他也是这个道理 你自己想他也是这个道理 你自己想要 schwier点 你自己想要 联系 队长 楠楠 睡了吗 没睡 怎么了 我进来了 哎 实在刚给我发信息了 说什么 她说呀 之前她母亲在养老院 有一次假牙丢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 后来养老院推卸责任 就说是老人务实 为这事还去医院拍片子了 但是后来找着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不能 就因为假牙这件事 咱们就说养老院看护不周 但是最多也只能证明 养老院服务上存在瑕疵 你怎么证明老人死亡 和养老院之间的直接关系啊 这肯定是证明不了啊 但是你服务有瑕疵 这就说明你合同违约了呀 你说是五星级服务 但是你连假牙在哪儿 你都不知道 咱们就告这个合同纠纷 客户主张的是侵权纠纷 侵权纠纷不好告啊 那老人死在医院 他也没死在养老院 那也不能证明老人的死 和养老院有直接关系 那您这就好取证了啊 我跟你说不明 我个人认为很难打赢 石磊认为他母亲的死亡 是因为养老院存在重大过错 但我认为很难证明 其中的因果关系 而且石磊的母亲 是在医院去世 医院和养老院是两个主体 如果要告医院 不但会牵扯到医疗纠纷 也很难成立 因为医院告知过石磊风险 是石磊自己选择放弃 对母亲的抢救 告养老院 告什么呢 我们现有的证据 最多只能证明养老院看护不周 但你很难说明看护不周 和老人死亡之间的直接关系 所以 咱们就别打侵权纠纷 我认为应该打合同纠纷 您看 这个是养老院的广告 上面写得很清楚 五星服务 然后在石先生和养老院 签的这个合同里头 也多次证明了 有五星级的服务 甲方必须要提供 他强调了五星级的居住环境 并配有先用的 五星级管理和服务 您看在这个病例上 也写着了 看头一篇 老人在入住养老院不久之后 就摔伤了 所以这充分说明了 养老院的看护步骤 老人有基础病 脑部有肿瘤 很可能是因为 老人脑部的肿瘤 导致他站不稳 老人还有多次的肺部感染 老年病 人老体衰 抵抗力差 无论是再好的看护 人也都难免生老病死 你看 这底下还有一个片子 我当时还问这个石先生 石先生说是他母亲 有一次假牙丢了 然后找不着了 养老院推卸责任 就说是老人误实 然后去医院拍了这组片子 虽然说是 发现老人并没有误实 可是你说假牙丢了 养老院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是不是更说明了 养老院的看护步骤 就算是这样 最多也只能证明 养老院在服务上存在瑕疵 如果要打亲犬纠纷 就要先证明 是因为这些服务纠纷 导致了老人死亡 侵害了老人的生命健康权 所以我说咱们打合同纠纷 就说他合同违约了 但是客户希望的 是告养老院 导致了母亲的死亡 那就说服客户呗 我同意攀岩说的 合同纠纷 说服客户 营是最重要的 可以了吧 好 谢谢啊 谢谢 麻烦了 好 好嘞 谢谢 再见啊 好 明天我老公就怀烂了 你还是不打算让他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关键我就是怕 如果他要是知道了吧 我就被动了 我别不给自己留后 他要是更加肆无忌惮的 我那我怎么办呀 那你知不知道 他给其他女人花的钱 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你是可以主张要过来 这个我知道 但是 我就想着你说 他给他花的钱吧 跟他给家里的比起来 跟他给我和孩子的比起来 其实 也就是 我和孩子一年的 旅游度假费也就这么多了 你们有没有那种服务 就是 怎么说 小三小三 小三劝退师 劝退小三的那种有吗 如果你委托我们 我们是可以帮你去警告小三的 就比如说 告诫他离开你丈夫 不要破坏家庭 否则你会 不是 不是你说的这种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知道我老公快五十了 他只是个小领导 就是能不能给这个小三找一个 年轻帅哥 或者是身材 就是练得特好的那种 你去干扰他 让他没有时间搭理我老公 这样的话 我老公不就认清他的真面目了吗 可以吧 有吗 来了 不是 你帮我想想 谢谢 你帮我聊聊这个老公 你帮我聊聊这个老公 来 帮我聊聊这个老公 陆律 来 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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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 来来来来 坐哪儿 跟你说一下 那种江陆的事 小三劝离师是吧 你给他出的主意 你给他出的主意 我之前我就跟他说 我跟他老公认识 这事我肯定是干不了 找到你了 找左那了 跟左那说的 这事千万别掺我 这小三劝离师 不违法吗 这小三劝离师 擦边吧 先是装成 邂逅 然后投其所好 迅速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男女朋友正常交往 也不花你钱 肯定也不会强迫你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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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开心的时候 他还陪着你开心 他还陪着你开心 他陪着你乐 应该不违法吧 应该不违法吧 完了事之后 那他就说要调到外地去工作 或者出国什么的 那时间长了就提出分手 手机拉黑删除 你回头给黎敏总打个电话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就过去他 行 那我现在给他打 然后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你们先吃啊 你你不吃了 我吃完了 哦哦 好 拜拜 来杜律 最近怎么没看你主张 不是 潘延 今天没和初一男一起吃饭 那你的学生 和我的学生 路得有点远啊 那还行呢 这什么门吧 那是昨天 老师吧 好看吧 行 行 行 还行 我要出去办事了 拜拜 拜拜 去吧 去吧 好 拜拜 拜拜 怎么一个人在这吃饭呢 老师 那边 我刚刚跟我女朋友那个 鱼饭饭 那我打扰你 没没没没 别别别 打完了 打完了 那个他下午还有一会 准备一下 好 我看 你跟那个 淑义男你怎么办 情绪不太高涨 我没有啊 还没有 你看这 这谁看不出来啊 我就是觉得 石磊本身也有问题 然后呢 然后我就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啊 嗯 提出质疑特别好 但是呢 在这个搞清楚 所有状况之前啊 不要忘下结论 主观 是干咱们这个行业的大级 我虽然内心不认读 但是不代表 我不会尽全力为他争取 但是内心的不认读 很容易被客户察觉到 一旦他察觉到 就会产生这种不信任 那你 接下来做的一切呢 他就会认为呢 你主要是为了赚他的钱 那即便是你为他好 你为他付出一切 也无济于事 那就是说 我只能接自己相信的客户 那倒也不是 我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 跟这个客户没见几面 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样 怎么一身毛病啊 这就叫偏见 一旦有了这种偏见 那就是 会影响咱们的判断 合作的时候 观点不一致很正常 你不能说跟人有分歧 就不合作了 你俩学会沟通 一个人单打独斗 肯定是走不远的 除非你是做小咨询小案子 如果你做大案子的话 一般都是一个理事图人在做 好 我明白 老师 不明白 我之所以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走远 就是应该这样 吃饭了吗 吃饭了 老爸 好的 没关系 你不上理事有什么家政服务 你能帮我个忙吗 你为啥觉得你也能使务 你不是利索公共助理吗 我还真住不过来 不是 你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走 这真是好多事 你看我还得写公众号什么的 真没时间 我给的事我怎么不忙 好了 黎明总 那一会儿见 嗯 你还回来吗 我帮你弄 你还回来吗 你有事吗 没事 你要是有什么工作忙不完的话 我帮你弄吧 你手上不是有工作吗 我能做完 好 走 座小姐 初姐 你看啊 我年轻的时候呢 刚到律所也会跟同事闹不开心 但是啊 你跟淑亦南又是同事又是朋友 现在又是室友 对对对 你们这多大的缘分 是 冤家一解雇一解 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 我们俩都是冤家呀 你们俩都闹成这样了 你还不跟他道个歉 那可就是你的不对 我去快去往哪里的可 监督你 说什么呀 冲咖啡呢 给你也来拜 行 谢谢啊 书一楠 对不起 书一楠 你吃错药了 就是因为我吃错了药 我才伤害了咱们俩的感情 我再次向你道歉 你有病吗今天 疯疯了 原谅你这个抽疯的好兄弟了 快快快快快 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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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是这样的 义吕啊 以为咱俩打起来了 让我给你道歉 咱俩什么时候打起来了 就是因为没打起来嘛 怎么演给他看呢嘛 我不知道杜丽跟你说没说啊 我跟一楠的关系 我早就知道了 我和他爸爸有件事不太明白 就是一楠为什么非要留在你们所 当然了 我不是说你们所不好 你们所呢一直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物美价廉嘛 我们陆总这个人最讲性价比了 但是依南不一样 他从小就好强 什么都要最好 什么都要争敌 那那些同学呢 也都在红圈所 他本来也可以去更好的所 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他偏偏就要留在你们所 为什么呢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私下也很少聊这些 所以 不好意思啊 是我冒昧了 没事没事 能理解 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 就是愿意下操心 你父母也这样吗 嗯 还行 他们肯定要操心你的终身大事吧 他们不管 有男朋友吗 想长什么样的呀 我给你介绍一个 不用 李明总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好好好 不打扰你了 行 千万别跟依林说啊 哦 好 那我先走了 我跟你一起走 哦 好 好 等了 李明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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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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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跟客户约好见面时间了吗 没呢 那石磊还是不回信息 那也就是说 他也不知道咱们把安邮改成了合同纠纷 还不知道 那就先把起诉状给他发过去 看看他的意见 回头咱们再商量 我们跟养老院联系 希望他们配合调查监控 但是被拒绝了 我们要求跟护理员了解情况 他们也不配合 他就不可能配合呀 你们上次去 是他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和意图 那这回人家知道了 你们还要调取监控 又查人家看护记录 那除非有公权力的借助 那杜磊 那咱们要不给法院写个申请 所以我说 你再写一份申请 一起先发给石磊 但我们是真联系不上石磊 他把事情交给咱们以后 就什么都不管了 所以我说 你再写一份申请 一起先发给石磊 但我们是真联系不上石磊 他把事情交给咱们以后 就什么都不管了 约都约不上 微信不回 电话也不接 我们都是见缝插针 才跟他说上一句话 有时候我就在想 这件事情对石磊来说 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杜磊 我倒不是说替石磊说话 我就是真能理解他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工作的时候 就是不让开手机 比如我女朋友 她就是 早晨我给她发一个信息 可能晚上才回 他们头儿管得特严 就说上班的时候 就不能开手机 没办法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没有你想要那么重要 至少没有她工作重要 哎 你挑什么事啊你跟这 你把我们俩挑分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喜欢我啊 我喜欢骄傲啊 哎呦呦呦 那 那你们出 出去喜欢 好吧 啊 哎呀 那我们先走了 行 再见 哎 妈 哎 大老师也在呢 哟 早来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呀 嗯 我晚上有个活动 回来换掉衣服 嗯 那你一会儿还要出去是吧 嗯 在这儿吃饭吗 我不吃了 哦 哦 对 我一客户请我去看展 你俩也去呗 哪天啊 什么时候啊 这周五开幕 开两周 哪天去都行 哦 好啊 要不就周五呗 赶快开幕式 行啊 好 行 那你把身份证拍一下 发给我 身 我现在看展都需要身份证 这样就不用票了 到时候发您一个二维码 哎呦 没带身上啊 把身份证号也行 怎么长一串数字 记不住 或者是 驾驶证号 医保号都可以 怎么呢 是这样啊 我平时啊 只用护照 回去我看看吧 咱俩不是有微信吗 回头发给你 行 那姐 我先走了 晚上我还有事 你慢慢看着 行 好好好 走了 您去哪儿啊 我送送您 不用不用不用 留步 留步 别客气啊 姐 有事找我啊 局者问人家要身份证号 合适吗 那他都到咱家来了 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 你看看那些东西 都是人家送的 没花我一分钱 人家图什么呀 有什么好骗的呀 妈都这把年纪了 左大剑什么年纪了 人家图他啥呀 人家图案 你问 你问 怎么做人 我给老贵看看是什么事呢 是 哎 潘潘 啊 你能帮我一忙吗 你帮忙就帮忙 还给我买东西 你这 这是人家送给伤绿的 伤绿不爱吃是吧 你怎么老想着吃啊 那干吗呀 得送他家去 快递呗 是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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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拾一下 好 我要就吃俩 他发现不了吧 好 盯紧了啊 嗯 哎 半生 脸上就认不出来 行行 小心啊 小心啊 好 行吗 可以 可以 你先 对对对 给我放你 放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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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家吗 你跟商绿什么说的 说家里有保姆啊 是不是出于溜达家了 不应该 阿姨受伤了下不来床了 谁啊 谁呀 哎 您好 我们是商绿的同事 商绿有点水果 我们给送家来 您开个门啊 放门口吧 谢谢 房费一人还挺强 我说我能认识我 阿姨 我是朱欣欣 那个 您让保姆开下门 我们把东西给你放下就走 没事 就放外面吧 那可能不放别 那咱不就就个人了 行吧 夏绿 夏绿 你这 放 放进去吧 行 放哪儿 是 出发 她在哪儿 干什么去了 行 早饭了 大个招 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上 你 你 我上不了你 上不了你 我这下了透过风 上去 你干嘛咋回啊 你敢虐待饶人 我上不了你 咱打死我 咋打死我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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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疯惑了你 你 别动手 你们急着忙 你 这是你吧 咱们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我说上绿一天到晚都不上班呢 确实不易 到这岁数啊 上有老下有小 全家就只她一人了 不容易 开门去啊 谁啊 肯定是你妈呗 醋药吧 不能 您好 您是 云南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咖啡机啊 来来来 我拿我拿 这是攀岩 我是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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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换鞋吗 不用换了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来之前提前告诉我一声 下次 还没吃饭呢 没呢 您吃了吗 没吃咱一块儿 我吃过了 你们先吃饭 您找我还有什么别的事啊 当然了 要不单独说 屋里说吧 行 卖吃 对对 您聊您聊 您也要说什么事啊 你要住这屋啊 嗯 你真不打算回家啊 我最近比较忙 我不是每天都给您发微信打电话吗 不是 你跟你爸吃什么气呢 我是真的比较忙 反正我告诉你啊 你爸就这脾气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有一次就因为一句话 一个月都没说话 最后还是我主动转着他呢 那我这叫遗传 你星期天 回家跟我吃饭去 看看我有没有事吧 我最近真的比较忙 反正你爸最近身体不好 你看着办 所以我就更别回家气他了 你不气他不就完了吗 是他看我不顺眼 我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儿子 我现在的工作啊 客户 案子 他都瞧不上 你爸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他心里有数 他跟我说过啊 说他们律所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 还在排队等着拿那个实习律师证呢 你都已经申请到了 你肯定比他们早啊 听话 等你拿到这个证啊 你想干嘛干嘛 我们就不管你了 你就别再安排我了 行吧 有点自由 您早点回去吧 嗯 您好 走了 我刚才说给您的准点了 你们两个住在一起 互相多关照啊 男生特好 特好啊 方便加个微信吗 方便 方便 我这开 我扫您吧 好嘞 我叫攀岩 我给您发个微信 以后多联系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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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慢点啊 男 到家发个微信 好嘞 你还挺难看吗 我来看上去 我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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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主 父 你别这样了 我到你了 我就爱白嘴似的 抢刀了吧 无聊 幼稚 戴文叔叔 走开去 出来聊两句吧 你赶紧单多少钱啊 什么 什么意思 戴小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爱上一个男的 他老婆不肯离婚 能帮我劝退那个老妇女吗 报个价吧 你还说什么 走小姐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首先 走小姐 我没有犯法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你劝我妈离婚 劝人离婚违法吗 你收费 所有的服务都是要收费的 你给人打离婚官司 提供离婚咨询 你也收费 我说的没错吧 律师打离婚官司 和婚姻劝律师劝离婚 都是以让人结束一段痛苦的婚姻为目的的 那不一样 你们是以欺骗的方式 以朋友的方式 以假扮成朋友 我不管你信不信了 戳小姐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和你妈妈交往的 我是想让她意识到她应该离婚 因为她值得更好的生活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妈 你是收费的劝离师呢 如果我妈忽然间反悔了 她不想离婚了 你收的钱是不是得还回去啊 要不就算诈骗了吧 你放心 我不报警 但找你的那个人 能不能放过你呢 回来了 今天见你儿子了 你给他钱了吧 那可是你儿子 你给他钱就是暗中支持他 没给 随你变吧 真没给 人家也不要 那个女孩 我去了解了一下啊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了解什么呀 有一撇就晚了 他能怎么样啊 左娜他爸 叫左大剑 你嫌人爸名字不好听啊 你正经点 大剑庄室知道吧 他爸是老板 咱们家灯都在搭进装饰买的 挺好挺好 你别说一男挺会找的 好什么呀 他爸外边有小三 那小三 就在他们公司工作是个法务 这公司呢 本来是 左娜的爸爸和他舅舅共同创立的 结果这么一闹得好鸡飞狗跳 人脑子都快打出狗脑子来了 你说一男也是 怎么非找这么个人家呢 这左娜的舅舅呀 也不是什么善茬 因为这事 天天在公司闹 整个公司都知道他们家里点事 他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家 你让他找我 装你干嘛呀 我给他顾问一下 他这个是企业创始人矛盾 越拖 对他越不利 对企业也不利 你可真行 怪不得一男跟你说不到一块去呢 你就那么爱钱 什么钱都赚 跟你说说你儿子的事 老好 你想想赚钱 什么话你这事 我跟你说啊 寻找案源 发展客户 那也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 懂吗 其次 我在一男这岁数 比他还目中误人哪 学了几天法律 就觉得掌握宇宙真理了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佐纳舅舅没事 佐纳舅舅 你们公司 缺案源都缺到这份上了 小案子当然不缺啊 但是大件装饰 这个 弄好了 可以好好休息两年 就算他们双方 调停谈判 不撕破脸 不上法庭 那也需要律师 没律师肯定要吃亏的 我可以给他风险代理啊 进门 一下 咱俩在哪儿 Whatever 是不是 marathon 不忘记 我送送你 死我了吗 好 全安全的 我说什么的都听不进去 听我了 把他拿走 把那个人送的 这个 这个 收拾起来明天还给人家 怎么了 那个劝离师的事 是蔡小蕾逼着你爸干的 还是蔡小蕾瞒着你爸干的呀 算了 我不问了 问 必须问 问清楚 我问谁去啊 问左大剑啊 他有必要那么做吗 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 好合好散 他都是怎么忽悠您的呀 他是不是说 我们是假离婚 我就是给孩子一个名分而已 他还是会照顾你的 你在他心中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是吗 你知道了 妈 我在我们律所见过忽悠离的 说什么 以后还是朋友 结果前脚离了 后脚就跟小三结婚了 把人原配弄得都抑郁症了 只能吃药活着 您离婚 您离婚我特别支持 但您不能被别人忽悠离啊 离婚就是离婚 没有假离婚的 左大剑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您就是太吃她那一套了 那片海 被阳光填满 而我在 等消失的饭 光着脚涯的沙滩 浪漫还没被冲淡 被拽住的时间 就会变得缓慢 我自带 最敏感的爱 来个飞来 总以为你会来 假好落在我的窗台 若相遇是种安排 那离开 也是应该 我太过期待 才会不快乐 我并不是你 很快就是坏 我打发你离开的寂寞 每当清场里醒来 还好有白鸽 在未来徘徊 马上就好 你快着啊 我这等不了多一会儿吧 怎么又吹头发了 不是 五分钟 五分钟不行啊 你一分钟行不行啊 你再等一会儿 让明天把门开给我先进去 你不理我是吧 我把灯关了啊 你怎么把灯关了 我真不行了吧 怎么没吹完呢我 我没吹完 你吹你的呀 你眼睛睁大点 快快快 溜了溜了溜了 你眼里在抖什么呀 我来 我来 谁啊 老春雪 大剑今天是冷静期的最后一天 来下一趟把你东西取走 我替你回来啊 你怎么回啊 不说我今天有会让司机去取 你 好容易到这步了 你去别跟着天乱 我怎么天乱了 这不是怕你去 他一哭一闹 那咱们现在是哄着人家离婚 万一他不离了 那 我能去起诉他 法人一审二审 我等得起 你等得起吗 咱闹得沸沸扬扬 那生意还做不做 那我不是怕他给你挖坑吗 能挖什么坑啊 那他回头说你 说你强暴他 我我我我强暴他 然后他报警 抓我 真有这个可能 坚出妇人口 到时候你说都说不清楚 我实习的时候就遇到过 男女分手 女的不干 就跟男的说 你来一下一趟 我们最后告别一下 男的说好就去了 这女的突然大叫起来 女方提前埋伏好的亲戚 朋友一大堆全冲进来了 就让这男的血 是取他 还是坐牢 他真有这种血 我姥姥他想不到你 姥春雪他还没这脑子 那姥春雷呢 他不听姥春雷的呀 人家血浓于水 那你如果不让我去 我也可以不去啊 可是他拥过要反悔 那不跟我领解 你去去吧 凯鲁音啊 遗云 你们不能帮我 来 就我上班 我迟到了 是不是连你也认为我 穿过你妈离婚 是为了我那点股份 真不是 我真着急上班 那我没开口 你为什么就跟你妈一样 咱分开说 您跟左大剑 是公司创始人之间的股权就分 我妈跟她 是夫妻离婚稀产 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您要求我妈 在离婚的时候 把您在公司的股份说清楚 那我妈肯定会多心 我让你会是法学博士 那我咨询你 别别别 您别跟我咨询 我们之间有利益冲突 您找一个律师 跟我 跟左大剑 都没有利害关系的 完全站在您的立场 维护您的利益的 不是 我不是确实 咱们是一家人 我这才 是一家人 所以才要回避嘛 行 那我一会儿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不是 舅 您别误会 我说书先生 咱们这上班的成本 是不是略微高了一点 客户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你就不该答应他 叫咱叫这么临时 你说 他说他下午要出差 我要是不答应他的话 咱们至少得拖一个礼拜 我想起来了 那以后咱俩那个早晨起来 谁先上厕所 谁后上厕所 咱也得那个订个协议啊 补充的礼物 那你起草一个补充协议吧 别让我起草 我憋着行吗 我不起草 我憋着 你留这个劲儿一会儿 对付十雷吧 你快快快 走这么快干嘛呀 来得及 不是 我想上厕所了 你出门先不上了吗 我又想上不行了 你快 不行不行 有点不行 来不及了 不是 你上快点 你别让客户等咱们 喂 车先生 我们到了 到律座门口了 行 好嘞好嘞 那您忙吧 怎么了 他说他快到了 早 我来公司开会就回来了 习惯了 好嘞 好嘞 一会儿在群里边 按他一下时先生 就说咱们对他临时 取消见面这件事 表示非常地理解 之后再约时间吧 行 行 之前电话录音过吗 没有 一定要记住录音 像这种案子 一审二审拖个一年半载的 很正常 如果到时候客户不满意 判决结果的话 找咱们麻烦 说咱们不负责任 不及时地跟进这个案情 那怎么办 行 我记着了 杜люч 是他自己没时间跟我们见面 我们可是约了他好几次了 是 但如果这件事 要是脱购两年三年的话 那到时候掰执起来 是个之一词 谁也说不清啊 一定要留下证据 商丽怎么总不在啊 他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啊 他父亲有糖尿病 今天早上那个血糖一测出来 我记得上次是他妈妈骨折了是不是 是 确实骨折了 我还去医院了 当时我告诉你 我已经算是很好说话的了 是不是 我已经算是很好说话的了吧 是 今天是他爸 上次是他妈 我请问下次是谁啊 我实在对不起啊 还请多谅解一下 我已经很谅解你们了 你不能总让我谅解你们吧 对对对 我要见你们主任 把你们主任叫了 是这样 我们主任 欣欣 王女士商丽的客户 王女士您好 这位是杜吕 杜吕 杜菲宇 杜吕是吧 我想见你们主任 我们主任今天他没在 那他什么时候在啊 我 我要不然这样 我马上联系他 咱们先当会议室 咱们有什么话 咱们坐下来说 好吧 咱准备饮料 好好好 喝点水 来 王女士 咱们 现在不是说你们退我律师费 就完了 你们得赔偿吧 我马上就要仲裁了 你让我临时去找律师 就算我找到了 人家是不是也要 重新了解情况啊 是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帮您呢 重新找一位 更有经验的 专门做劳动纠纷的律师 一律来了吧 我看看他 嗯 我们这位一律师啊 他单身 家里边也没什么事 我保证您给他发信息啊 秒回 不 不然咱们呢 加个微信 我待会儿见个群 您有什么事啊 大事小事 就往群里边支应一声 我保证是一呼百应 杜律师 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 一帆 一律师 这是咱们的客户 王女士 王贺一 你好 您不能再进了 您在这边等 有什么需要 我们会联系您的 行 他还没吃饭呢 我们这儿没饭 您给准备一下 行 我准备好了 我怎么送进去 按那个就行 我不饿 你回去吧 那可不行 打完胃藻素就饿了 您别走远啊 把您电话留一下 我不走远 我去买点饭就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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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女士 感谢啊 好 易律师 费心了啊 再见 再见 易律师啊 特别感谢啊 你自己怎么不接啊 我对劳动纠纷这一块 这不熟吗 喝喝 不是 我要是接了呀 我怕商人他对我有看法 我要是接了 他对我就没看法了 你接我可以协调 那我接的话 他是容易误会 那你想想就是 他的客户 我这给安抚住了 安抚 安抚 安抚成我的客户了 这不好 我对这个案件不了解啊 没关系 我让祝欣欣啊 从头是白地跟你讲一遍 而且你要觉得人手不够的话 我让佐娜过来配合你 他对这个劳动纠纷这一块 是特别的手 马上 你先回去 我给你叫人家 马上 佐娜呢 他刚才在 刚出去了 行吧 等他回来让他过来找我一趟啊 好 欣欣 你一会儿去易律那儿 把王和易的这个案子 从头是白地给他讲一遍 那个当中商律问我这边怎么样 你让他先把家里边照顾好 喂 怎么了 你看看我给你发的吗 那只小狗 狗 我看着了 你给我发那个 怎么了那个 我们头交了一个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 他能够有宠物过敏 想让我代养 我想问问放你那儿行吗 什么玩意儿 给我啊 我不行啊 我可养不了 你那能养吗 太太肯定不会同意的啊 不是 你问问太太呗 那太有洁癖肯定不行 我这儿是真不行 这书一南呀 事儿特别多 他干什么都得跟我 啊 他什么 他就是有时候挺精致的 知道吗 我其实我也理解 有的时候 我有很大问题 不是 对 我 真是 他书一南还有时候挺照顾我的 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吧 这个得经过同意 不是 那你 你帮我问问呗 对 对 他是 我这养宠物 我 我养宠物吧 不能说咱自己高兴就行 怎么着咱得征求他 你得秧阳给菜菜 那书一南这人确实 你确实不错 是吧 他这个 离婚协议书上要再加一条 你承诺 你没有任何的夫妻共同债入 那 那自然的 你还需要给我写一份书面的检讨 我提醒你啊 咱们俩是友好协商里 友好的前提是 你要承认你错了 你伤害了我 我接受不了你的伤害 所以我同意跟你离婚 这有那么重要吗 对 我很重要 夫妻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 当初我们结婚 你的亲戚朋友 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 那好 现在我们要离婚了 如果说是我要跟你离婚 我对你没有感情了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关键是你出轨了 你要跟我离婚 你要给第三者一个证明 你以前的事都翻平二浪吗 翻回来有意思吗 我们俩夫妻一场 我相信你不会诋毁我 但是蔡晓蕾是第三者上位 她一定会给我泼脏水 她也一定不会 我要你写检讨书 我就是想制约她 我就是想告诉她 如果她敢向我泼脏水 不就把你写的检讨书拿出来 她为什么要泼你脏水 你不是用脑子想一想吗 她是得力的一方 是不是老春蕾跟你戳得搜主意 你一辈子被人当枪使 跟她没关系 她就是觉得咱俩离婚了 她就会被我清除出公司了 对吧 她是股东 我不可能那么做 我不接她一份道歉吗 你回去跟蔡晓蕾商量也行 如果你连一份道歉都没有 那你说你对我对这个家 对左纳的牵移在哪里 是 好好好 我给你写 我 对不起老春雪 我 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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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给了吧 把名字写上 咱们俩离婚 别再牵扯别人行吗 我说的是 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写上 还有什么 那个劝离师 也是你找的 什么 什么 劝 还有劝离师呢 什么劝离师 你说的这个劝离师 我不知道 也是你刚才跟我说 我才知道有干这个的呢 还 我真的没骗你 好吧 你看你要的我都给你了 但我写的我笛子不拉 都写了吧 我也跟你承认错误了 我 我 不要签任何文字 你们现在已经是敌人了 你对他手软就是对我心狠 他让你写什么你可以说你想想 不要写 你说话也要小心 防止被录音 他让你干什么你跟我说一声 那个 不要掉到他坑里 我看看我写的 我还是觉得 我 我 如果 让别人看见以后啊 还是 对吧 我觉得咱们俩有什么就 咱们说嘛是吧 好则好散 请权利师也是好好好散啊 我不知道什么是权利师 你怎么又来了 你问问他 你现在问他 我回头给你一个交代 好吧 你信任我吗 好 你写下来 你说这件事 你回头给我一个交代 你干什么呀你疯了 你疯了 那咱见面说 行吗 佐纳 杜利让你找他一下 我出去一趟 那个 一会儿回来 有什么事帮我盯一下 你需要帮忙吗 不是 这佐纳姐怎么了 你把佐纳怎么了 我能把佐纳怎么了 他刚才还跟我说 让我帮他盯着点 你也听到了 不是 那这 你俩不一块回来都 我把佐纳怎么了 不得啊 我就给娇双打了个电话 那佐纳到底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对呀 咱怎么了 人家佐纳怎么了 是人家自己的事 咱唱歌什么呀 潘言 石磊说一会儿 让咱们过去等 这石磊又怎么了 你说佐纳是不是就去 处理家里的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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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怎么着啊 我是觉得 这专业的事情 应该叫给专业的人来处理 你那意思 你替佐纳他妈打官司 当然不能是我了 我是建议佐纳 给他妈妈找个律师 这样他就可以免去 很多的烦恼 那我说还是你脑子好 我们都没想到 你听我说 我已经找别人了解过了 像佐纳妈妈这种案子 在国外可能需要 一整个律师团来处理 找别人了解过了 找谁了解的 这不能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告诉了 憋住了 我跟你说也行 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说 你得发誓 我不发誓 你还千万别告诉我 你告诉我我就跟别人说 你就不好急 我不好急 你真不想知道啊 我不想知道 我跟你说可以 你别说 我跟你说吧 你帮我掺摹掺摹 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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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